小冠 总监 您有句话我没太明白啊 您既然说遇见事能避就避 那干吗在案件移交规事 您跟陈铃铛针锋相对的 宇常 这我可得表扬我自己了 你可是我一手 亲自把你弄到警队来的 你想想看呀 如果这个案件 真的遇到什么不测的话 我怎么可能 把你推到前面 就当榜边拍的 陈姐 把我当没踩着呢 行了 关于 陈子涛和谭琴的问题 市委已经向省委 省纪委和省公安厅 分别做了报告 并且引起了 有关部门的高度忠实 他们的问题呢 回头再说 咱们先收拾这封信 你们二位对这封信 是怎么想的 还是先听您的吧 好 好 那我就先开个头 我觉得这封信呢 写得很犀利 而且颇有文采 不过就是在信中 还有很多 鼓励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可能 他是有什么 未了的事吧 应该 我想 不过来不辞 我觉得 写信的这个人 应该是对我们 秦和公安 乃至秦和的市委市政府 缺乏信任 当然了 这个不怪他 我要以为 他可能是一个犯罪嫌疑人 就没有指责我们的权利 就像他这上面所说的 陈子涛和谭继平 搞的那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就是一场 拙劣的小拼晚会 不认识 中央再三地提醒我们 要防止塔西托陷阱 那么这个塔西托陷阱 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难道 不值得我们的每一个干部 尤其是我们领党干部深思 实际上 我们工作中的每一步 都会被老百姓关于 他们在看着我们 往哪条路上走 往哪个方向走 站在谁那一边 为谁说话 为谁办事 为谁伸张正义 其实老百姓他们的诉求很简单 他们只不过是 想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孩子上学不用走后门 老人看病不用找人 甚至于 遇到了什么不公平的事 可以找一个说理的地方 受到了欺凌 有人在为他们撑腰 他们就这些要求 而我们呢 我们做到了吗 我们满足了他们最起码的这些诉求 这可比抓几个犯罪嫌疑人 抓几个腐败干的 打掉几个保护伞 要艰巨的多呀 对不起 儿子 起来了 妈 早饭吃了没 吃过了 配个我还不错 妈给你买了牛奶 来 喝一个 现在不想喝 一会儿喝啊 你爸呢 我爸 昨天晚上就没来啊 昨晚就没来 对啊 去宋伯温这儿下棋了 你瞅瞅这人 下棋比儿子重要 妈 我爸这两天心情不好 你让他休息休息吧 你别护着他 妈 你当初为什么选择我爸呀 鬼是神差 妈 我是认真的没跟你开玩笑 坐会儿 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 说实话呀 我觉得我爸 笑貌平平 那你为什么最终还选了他呀 你爸吵得还行呢 你爸吵得还行呢 妈 你爸这人吧 人好呗 善良 有担当 而且 穿上警服 隐心正气 说得好 你别告诉他啊 要不他又嘚瑟了 好的 妈 我什么时候搬到 马俊的病房去 对 刘院长说了 早上查查房就能搬了 我可以收拾东西了 我跟你说呀 我也早前搬了 这一屋子人 我也着急得很 妈 注意点醒醒 快点 难受啊 怎么了 不是 我要找个厕所 没事吧 没事 欲聪 六号床 该缴费了 不是踩缴过吗 那你去问问收费处吧 你去问收费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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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去问收费处吧 妈 你去问收费处吧 都忙活一早上了 没事 这不是都是顺太手的事吗 你别动 你坐那歇着 不用你管 其实 小刚能过来陪你 妈还是放心的 王娟 程阿姨 马瑾 都给小刚收拾出来了 谢谢你啊 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顺太手的事 那 妈姐身体感觉还行吗 挺好的 一会儿查完房 我就带小刚搬过来了 好 王娟 咱们出去走走吧 妈姐自己在这儿行吗 没事 没问题啊 好 我跟你妈妈出去走走啊 那 记得喝点水啊 好好休息啊 最近是不是特别累 还好 咱俩可得扛住了 不能咱们的身体再垮了 是不是 王娟 我有件事想求你 求我 瞧你这话说的 有什么事你说 还说什么求啊 医院 医院又催我缴费了 我们家小刚这一次化疗 就是四千多 我跟老于都是拿工资的 去年刚还完房贷 也没多少积蓄 一时半会儿周转不过来 我知道 这个口感 你需要多少 五万 我 我下个月就能 你给我个卡号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你真帮了我大忙了 你要这么说 你就把我当外人了 对了 这 这事能不能先 不要告诉你们家老马呀 到时候老于知道了 他又得怪我 你放心 这是咱们女人之间的事 跟他们男人没关系 好 那我回去就给你打个条子 打什么条子呀 太麻烦了 你给我个卡号 我就把钱给你打过去了 好 卡号记不太清楚 要不回家拿一趟吧 你快去 那 谢谢你啊 快去 好 好 好 在这儿停 停一下 停一下 你先走吧 冒险 陈市长 你看 这别人这么教你 还这么教啊 以后不许这么教了 陈市长今天到这儿来是 我这是正好呢 收拾点时间 过来看个小刚的病情 那真不好意思啊 你这么忙还来看小刚 是你说话说的呀 那孩子的事比什么不重要 是不是 老渔呢 老渔 老渔昨晚就出去了 到现在还没见着人呢 干吗去了他 昨晚送局给他打了个电话 说是要跟他下棋 他就走了 然后就 也不知道下什么棋 要下一晚上 你说这个老渔啊 这下棋也得分个时候啊 是不是 谁知道呢 这411案不是都结了吗 我不知道他还忙什么呢 在这儿 行了 你那也别着急 回头呢我劝劝他 不用了 不用了 这是我自己家里的事 那 那你看我得 我得回家去拿东西去 我还没法回去陪你过去了 那好 那我 那我就改人家来 这样 我那儿有车 我送你 不用 不用 我那儿电停车呢 行 跟我客气 不用了 再见 冯琪 你看 再见 冯琪 aja 那张啊 把车开过来 你那我会不会 我过去 你不想再去 那张儿啊 把车开过来 你也不想再去 غ Barbie 走 去公安局 老宋不在啊 他去参加一个正马北的会 雨昌呢 在医院呢 医院 我刚从医院回来 他不在 那就是回家了吧 现在局里给他放假了 你不在啊 我在医院碰到程康琴了 程康琴跟我说 老宋昨天晚上一个电话 把雨昌遇到局里 跟他下棋 到现在 还没见到人影 一晚上都没回家 老宋你没有雨昌到局里来 你不知道 昨天晚上我没带局里不知道 老大 那你得帮我想想 这老宋学 雨昌 单独到局里来 干什么 这儿 来 赵老 忙着呢 大海 今天这么悠闲啊 案子破了 我们得喝杯水吧 这两天报纸电视 可天天都在夸你们 这陈市长又在视察了 本来准备到医院去看你们鱼队儿子的 谁知道在医院门口 碰见他老婆了 说鱼队不在 不是 不是看小刚吗 鱼队在这儿干吗 好像陈方琴有及时要出门 领导就改主意了 得嘞 你忙 好 来 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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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一交到警察员 提及公诉 老大 这个结果一样上 我可不希望节外生枝啊 你还要有什么 当初移交案子的时候 宋局是和你顶着一句 可是那天新闻发布会 也没看出他有什么异常的反应啊 等老宋 把你朝鲁到局里来 难道 真的是在下棋吗 但我误会去 那他们两个人 是在琢磨杨大元那个案子 宋奇这个人呢 很老头 平时细细合合 其实是面丽丧真 我们这些需要了解的是 他们俩昨天晚上 研究了什么 或者是干了什么 这是必须要弄清楚的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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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其实 我一直还有些担心 俗话说 夜长梦多 陈子涛又找韩基平去了 嗯 他们俩不是新闻发布会刚见着吗 我听思雨小招说 他下午本来是去医院看小刚的 这是谁想到在医院门口 又让嫂子了 我明白了 肯定是我媳妇跟她说了 昨天晚上宋局找我谈话 一宿没回去 陈子涛慌了 玉队 宋局那里不会有什么事吧 好 宋局 陈子涛来了 陈子涛 我这刚下跪 来了 我先出去一趟 好 好 陈子涛 走 好 陈子涛 陈子涛来了 陈子涛 陈子涛 我过来看看 陈子涛 陈子涛 有什么指示啊 还有什么指示啊 今天咱不谈工作 好 就随便聊一聊 好啊 那怎么说呢 陈子涛 这个你应该知道 我跟陈芳姐原来是大学同学 想当初 想谈了一场恋爱 基于这种关系 现在这孩子你说得了这么重的病 我哪能凶手旁观呢 何况 老于还是局里的老同事 咱们都知道 白血病这种病啊 是极其危险的 死亡率很高 当然了 这是现代科学的 艺术的不断的发展 骨髓一致技术的不断进步 这治愈成功的例子啊 也很多 对啊 但是 您应该知道 治这种病 那花费是很大的 当然了 局里呢 给他已经补助了两万 老总 您看我是这么想的 能不能局里再尽可能地 帮助他解决一部分 首先呢我代表余超同志 感谢市领导对他的关心 为这事呢 昨天晚上我们俩还专门 聊了一下 好 谈对的吧呀 局里情况你也知道 这个两万块钱 已经是我们的上限了 我是这么考虑啊 能不能 想一些变通的办法 余超同志在我们局里面呢 表现得非常地优秀 破了很多的大案要案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 给他一些奖励 或者是什么 好 老总 马上与局当委的名义 向事理他报告 然后我来批 可是余超同志 他不同意啊 为什么 余超同志说 局里没有这样的先例 也没有这样的制度 制度是人定的 是不是 这余超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整天都琢磨着什么呀 该琢磨的事不琢磨 不该琢磨着瞎琢磨 这个人真是 宋局也接着了一封信 还是同一个人信 又一个 这家伙可真懂啊 太关心这案子了这人 信的内容我就不告诉你们了 但是进一步印证了米利的证词 黑皮本就在这人手 这不都全对了吗 所以啊 宋局早就意识到 这个案子的严重性了 他说这案子 不仅没有解锁 反而是刚刚开始 是 师兄啊 我听说你们最近集体约卷了 有收获吗 目前还没什么收获 这不是的啊 嗯 我提出 重新约这个案件的话 我有个小词心哪 是吧 上来天天 你看啊 这个案子 是当初是我主抓的 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疲惑 十几年过去了 这个案子一直还 还这么悬着挂着 我这眼看着 再过来就该退休了 我想呢 趁着这次 中央嫂子出 这个专项斗争这个东风啊 把这个案子给他结了 等到我退休的时候 我不留遗憾吗 没看出来啊 老松 你这心事还挺重的呀 好 既然谈到了退休的问题 那咱们就接着这个话题 我们先谈一谈 退休之后 有什么考虑啊 我还没想到这儿呢 你该想一想吧 来 到时候 服务组织分配呗 需要我在二线战法 我就继续战法 如果让我全退下来 我也没有意见啊 好 愿做革命一块转 哪里需要哪里办 老松啊 你能有这种态度 我跟你说 我这心情很高兴 真的 你敢这样啊 我当面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前几天呢 我到了世人大学回报工作 听说法治委员会那边缺一个副主任 我准备向陆书记推荐你去 谢谢陈副市长的关系 现在这个计划 感到变化快啊 等到我退休那一天 也许这个位置 早被人给做扰了 来来来来 看上来 好 我跟他一边往下走走 好 我帮你住 好了 好 你 好 还好 那 我 能不能 達 还好 变异撤了 变异撤了 出来吧 没意思 还玩这么老土的游戏 那我给你爬微信你不回 是吗 你看看 没电了 这下咱又是同班了 你不会再给我地址条了吧 这可不好说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余小刚 你可真行 谁行啊 真行 好 这事总算如愿了 要说起来啊 还真得感谢你们家老马呢 是他先向局里提出来的 客气什么呀 你们家渔队对马景也好啊 你们家老马心可珍惜啊 便衣车 两个孩子又搬到了一块儿 什么意思 其实化疗也没有那么可怕 你放心吧 我都做好准备了 要是真掉头吧 我们就干脆直接剃个光头 别说 你真可以剃个光头啊 挺帅的 真的 我一会儿就去剃一个 你别这样 你这才刚刚开始 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 相信我 没问题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陈阿姨 谢谢你啊 谢我干什么呀 这得谢谢你爸爸 阿姨 马叔叔呢 你马叔叔替我买火车票去了 这就走啊 不多陪孩子几天啊 苏州啊 有一大堆的事等着我打理呢 等处理完了 我再来 妈 你可一定要回来啊 你放心 妈一定回来 真的 真的 那您要早点回来 来 医院警戒解除 抓紧行动 务必成功 不行不行 上了厕所 小心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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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了 病人可不能这么兴奋哪 知道吗 对呀 听医生说 这不要这么得意忘形 要想身体早日康复 除了治疗 还得注意休息 任何一种病 一半是治 一半靠痒啊 听明白了吗 对对对 小伙子 记住了 谢谢医生 慢着点 患者家属 平时也要提醒病人 多注意事项 刚才真不好意思啊医生 谢谢 谢谢 客气 你怎么出来了 你怎么出来了 马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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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 我想见你爸爸 马锦 你确定这人 就是你在云南植物园 见到那人吗 我确定 丫头 这人戴着口罩和眼镜 你怎么确定是同一个人啊 这个人的身高体貌 还有语音语气 让我觉得就是同一个人 还有什么 他是一个左匾子 我再重回一遍 这次我要的不是马锦的病例 而是他每天诊断治疗的记录 包括用药 脊量以及病人的反应 比如是否头痛 发烧 豪迷 呕吐 腹泻 腹泻 博士 你听我说 我上次差点就舍了 这事 要不能再缓缓 不行 这件事刻不能缓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如果你拿不到我要的东西 即使我不找你 也会有人找上门具 你威胁我啊 没错 你的命就算在我的手里 博士啊 别发那么大火啊 我这不是找你商量吗 这事没商量 龙先生说了 如果你这个环节实现纰漏 按整个计划就都报道了 事成之后你可以去拉斯维加斯度假 护照和签证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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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混蛋跟这都要说话 大哥叫好气 上次在清禾医院那么凶险 如果不是恰巧碰到那把伞 您就领透了 你咱们懂什么 运气 老头有的是运气 但是咱们不能永远有运气啊 大哥 这件事得三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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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今天上午 在晴河第一人民医院 这个所谓的神秘医生的这个监控录像 大家看 最近一段时间它是经常出现在这医院的啊 这是大门 后门 八层 在八层的时间是最少 很显然这目标非常明确啊 就是指向的15号马锦那个病房 这跟前后的录像一对比之后 发现它这整个是有过程的 大家看看前辈的啊 你看 这是踩点的 打听 看来我们的对手还是上钩了 现在 现在只能先这么说吧 不是 现在说话方便吧 说吧 老雕 刚才给我来电话了 他说上次在医院已经失手了 这回想得好好的工作 三天的时间恐怖不够 董先生 现在时间很紧迫 第一批五个测试对象 已经有三个出发了 出现了问题 如果我不能及时拿到测试者的 一些病理生理指数 我就没有办法 对配方做出有效的调整 没有这一步 你未来的场子生产什么 还是那些老玩意儿吗 要是这样的话 还需要你花那么大价钱 我费这么大气力干吗 以你董先生的人脉 K粉蓝精灵这种东西 在哪里搞不到 是啊 说得也在里 总之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三日之内 杨大元拿不到我要的东西 咱们的合作就此终止 我立即飞回洛杉矶 后边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这样 根据省厅给我们布置的任务呢 我们做了一下调整 就算是撒下了一个网吧 先是把这个马锦啊 调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系数 比较高的一个病房 同时给他配了这个便衣 你啊 这两天多安排几个人 多换上便装 在马锦房间周围巡逻 遇见什么情况 马上汇报 明白 大家注意这儿 注意这细节 我说的话的每一个字头 都听不听了 你看见没有 好像我说的声音还不小 这样其实挺好的 他那嫌得令老鱼啊急躁 误打误撞啊这个 然后既然呢我们调整了一下 我们就把这个巡逻的公安干警 就得撤了 同时让余小刚跟马锦 住到了一个病房 坦率地说啊 一开始我们是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所谓的神秘医生的 当然他伪装也很巧妙了 也躲过了我们的很多监控啊 但是有一双眼睛他没躲过去 谁呢 马锦 正确于马锦这个发现 对案情推动有重大的作用 你把整个事情连起来一下的话 哎 这就顺利成长了 好 你好 知道我可怎么走 怎么走 走 走 那边有指示牌 你去那边看看 谢谢 是这阵风过去了 是又设下了一个拳头 这个余小同志啊 我觉得你介绍得非常详细 我呢提一个问题 这个嫌疑人戴的眼镜戴的口罩 对吧 能不能就仅仅因为 马锦这个录像资料的指认 就能确定 这个医生就是我们要抓的那个毒枭 我个人认为啊 马锦的指认虽然带有一定的主关系 但是联系刚才余超同志的分析 我觉得这个逻辑上还是比较严密的 大家再看一下啊 好 注意这儿 这是马锦手术当天的监控录像 你看这神秘的 他居然路过了不是 你我不是看了一眼马锦 有这种偶然吗 大人啊 我们还进步确认 包括第三方认证 必要的误证 指纹鉴定已经定根鉴定了 同时我们计真处在疫调边上 但是我们因此影响我们下一步的针墨思路 东京啊 你在想什么了 我在想 这个假医生 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董先生 有些话我已经通过电邮跟你说过了 但是 我还是需要你再重复一遍 封某人 不想成为一个毒枭 别嫌这个称呼刺耳 我也看不上那些只顾赚钱不顾及人命的玩意儿 看不出的 你封某人 董博士还有一副辅塞行程 那你高看我了 但我这个人像我母亲 吃素 相信因果报应 尽管我对佛家学说没有研究 这次回国选择跟你合作 就是想在蓝精灵的基础上大大的提升一步 我要做出一款化石袋的产品 既为人类需要 对其产生依赖 甚至是严重的依赖 同时又不被全世界的法律 包括中国的法律所制裁 冯博士 说要来听的话 你这是一个座标子 一个有力排放 未免 他意想天开了 没错 我就是意想天开 人类的进步 难道不就是依靠着这种意想天开 记得去年陪你逛硅谷 当你建造仅有一张麻将牌大小的杀人无人机时 别告诉我 你没被惊出一身能害 实际上 历史上已经有过类似的历史了 比如说 酒精类产品 当初在美国不也遭到过政府的打压吗 这就是一个时间差 在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赚出来的钱 才是最稳妥的 我很欣赏博士的见解 切记 千万不要跟政府交集 千万不能跟警方对着干 我们斗不过的 金三角的昆沙怎么办 不就是个县城的例子吗 我们要做的就一件事 钻法律的孔子 踏着法律的边线前行 好 老师 那就先按照你的公司 我们踏踏 成交 麻锦的意外 老雕的尸首 大旗的暴露 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 让一向自命不凡的冯萱 有了一种挫败的沮丧 同时也意识到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这是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他有些迟疑了 也许天无绝人之路 他总觉得一种绝处逢生 峰回路转的奇迹将会出现 他不想让自己的梦想 哪怕是罪恶的梦想 破灭